本集中国功夫时日 继续为大家介绍武打演员的武术门派 刘荀经乐剧名家 因此不仅身手非凡 而且演技高超 他与徐克合作的一系列电影角色 如《笑江湖》与新闻门客栈的老探监 你可别逼我吹灯伐蜡烛 黄飞鸿中的刘永福都是神奈之笔 现在朝廷事非太多 派我去打仗又前我兵力多 我走了之后 这班水师跟了我这么久 一定会被解散 黄飞鸿 你是我们黑席军的教授 你收编他们 做民团继续操练 特别是狮王争霸中的黄其英 不仅角色令人难骂 与鬼角七过招一场 举手投足间 尽是宗师气度令人积极 叶先生 今儿可是喜事 兄弟代表帐房先生 赫赫你 近年来已很少演出 最近的是一代宗师中 擅长行艺权的帐房先生 所谓脱枪维权 钻 屁 狠 跑 笨 小子 连我的马子十六年赶后 你的马子在那边 梁家仁 大家熟悉的黄金喜剧配角梁家仁 其实曾经是一位武党明星 属于在演艺生涯中不断学艺 武功精进的典型 特别是为在赞先生与赵钱华中 饰演永春大师梁赞 而学习永春全几个月 结果拍摄中 所有武术行家都以为他是真正的永春猫人 最能表现梁家仁武功的 当属他与苍蝶宝钊合演的霍原奖 连番打斗 精彩分成 七冠军 原名吴动才 自幼习武 师从林氏如土孙 红泉名家赵薇学习男犬 是刘家梁的同门师职 跟随张彻拍摄了少林武祖 红泉与永春等片 2002年 在刘家梁的最猴中 饰演大反派 表演铁线红泉 因此周兴赤的功夫 想找他饰演红泉铁线拳一角 可惜赶上非典 奇冠军被隔离 于是错过了这一角色 换上了另一位红泉大师赵志玲 远彪 红金宝 成龙一起学习京剧 于战园弟子 成龙在自转中回忆三人的关系 曾说 红金宝就像我的父亲 我就像远彪的父亲 三人后来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圆彪的最大优势 在于其动作难度更高 曾在日本宏集一时 因为日本人认为 有些动作全世界 只有圆彪一人能做 也正因如此 过了体能跌峰期后 圆彪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圆彪的最大优势 关系 3人 3人 一標语 六相 一红 一能 一楼 五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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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华 金智重度发射武当车 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发掘的金智武生之一 一演出大上海1937中的小刀杨帆一局而成名 十五年后 周星驰找他出演功夫中的五郎八卦棍一绝 高潮的棍树让他又火了一把 走 走 闻 闻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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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家辉跟随刘家梁学舞 刘家梁的电影是为红拳仙祖作传 而刘家辉正是这些前辈的最佳一名代言人 而其最经典的则是《少年小子》系列的演出 当年和李连杰的少年形象在受欢迎程度上可说不分高下 马流 看过《战狼传说》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六大高手中了 那位出招伶俐 幻如闪电的喉拳高手 他的扮演者是刘家般替身出身的马流 当年深受刘家梁喜爱 跟刘师傅学了很多东西 曾在南北少林里给李连杰做翻跟斗的替身 本名麦伟章 马流的名字和他的长相也和他的武功有关 邱姑娘 我们这班兄弟在贺兰山一向出入武党 是在刀口上发财的 这次为了帮你救人 已经耽误了不少的买卖 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 他妈的为了做好人 我们连老本都赔上 任士官 任士官 出生于武术世家 其副任宇田 出身京剧武行 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武术指导工作的人 作为武术演员 任士官演出了很多非常厚重丰满的经典配学 如黄飞红中的山东拳狮严枕东 东方不败里的任务棋 目黄飞红中 德岐 又说了 对 那点 又拆脚 昀 都是 郭立皇 快走 继续走 身心疼痛 合作 飛機 合作 武士術 是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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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東方盤仔 出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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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 使得人人不只有疏毒 还可以人人有功力 原来这么有意义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